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又是美好的一天 今天是礼拜六 又是主的安息日 求主祝福你 让你这个礼拜 能够满受你这个礼拜 工作所带来的果效 神恩待你与你同在 我们今天我们要读 使徒新传 26章24节到32节 24节我们一起来读 保罗这样分数 斐斯都大声说 保罗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 斐斯都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一定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雅基帕王啊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雅基帕对保罗说 你想稍微一劝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保罗说 无论是赏劝是多劝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所恋 于是王和寻抚 并把迷迹 与同座的人都起来 退到立面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雅基帕又对毁师徒说 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杀 就可以释放了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 所有的人都证明保罗是无罪的 没有什么该被绑的 但是弟兄姐妹 他今天所以之所以会被绑 乃是为主的缘故 那这段圣经里面很有意思 保罗说 他说 我所求的 我向神所求的 就是他求什么呢 就是说 你们都要像我一样 都要像我一样 那像保罗什么地方 要像保罗呢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像我一样 认识主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能够得到这个主的恩宠 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保罗其实他讲 他就是一个榜样 他是侍奉者的样本 只有保罗他这样说 你们要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保罗就是我们的一个典范 保罗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吗 当然有 那保罗有其实 每一方面他都是非常结束的 但是弟兄姐妹 总之我们概括起来看 就是两件 一个就是他的忠心 第二个就是他的良善 我曾经讲过忠心 就是无论主人在不在 或者说 无论你方便还是不方便 或者说 在你有事没有事的时候 都是一样 就是忠于主人所托付的 就是要把主人所做的 能够把它完成 保罗真是主的真门徒 自从遇见了耶稣以后 他就义无反顾 死心塌地的跟随主耶稣 成为第一代的宣教士 你知道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他们出门 他们没有任何的保障 他们没有任何的保护 他们就是凭着信心往前面走 开疆辟土 带着那些愿意跟随主的门徒 他们走遍了当时 他们所能够去的地方 在亚洲就建立了 这个非常美好的七个教会 像以弗所 菲利比 哥罗西 这些教会都是保罗所建立的 那在欧洲 他又建立了哥林多 还有马其顿 其他许多的教会 那福音 许多的人就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 而得到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那弟兄姐妹 无论他得死不得死 他总是在那边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当人接受他的时候 当然他非常的喜乐 当人抵挡他所传的福音的时候 他就散劝 散劝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这是保罗的忠诚 所以忠诚的意思就是他很稳定 这个不是今天是这样 明天也是一样 过了十年他还是这样 所以他说 故此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让我们学习保罗忠心到底 弟兄姐妹从哪里开始 从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比如说做一个招待 我就是不但要准时 而且我要提早到 我看见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子 他们比别人多走一礼物 他们做的比别人更辛苦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觉得 他们好像比别人更好 他们只是谦卑的来服侍主 服侍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样子的人 这是神所称许的 因为保罗在那边告诉我们 当我们这样忠心良善 我们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那第二方面 我们看见良善 那保罗为着主的国的拓展 不以一力的 他保持教会纯正的信仰 他也是这样全心的摆上 那弟兄姐妹其实 他只要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他可以不要跟犹太人这么决裂 他甚至连彼得做了这个不对的事情 他也是当面抵挡他 那弟兄姐妹看见 他可以 可以放 这个标准放低一点 不是的 他说我不是要 昨天我已经讲过 他说我只是要得人的喜悦 如果我要得人的喜悦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 所以弟兄姐妹看见 他一心一意 就是主的好处 主的利益 主人的利益 他所想的就是国度 就是主的国度 主所托付他的每一件事 他忠心的完成 主人只要是对主人好的 对教会好的 他就不遗余力的 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一边 弟兄姐妹感谢主 让我们也可以学习保罗的量子 他说我 他这边就讲到 他说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是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在学习很小的事情上 我们就是忠心养胜 在主的面前 做一个环保的服饰 或者招待的服饰 或者是在讲台上面的服饰 在讲台下面的服饰 每一方面 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做一件事 就是在为我们的主而全力以赴 那我今天看见 这个在生命更新营 或者在营会的里面 或者是这个儿童的 羞耳自责的大卫营 我就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 把自己摆上 我相信上帝 怎么样祝福保罗 上帝也一样会祝福每一位 这样忠心良善在主面前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已经有一个榜样 我们愿意来效仿保罗的榜样 让我们可以一样得到 保罗一切的祝福 上帝祝福你 与你同在 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座幕 记得预备你的心 明天早上 我们要来敬拜主 那明天第一堂的聚会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 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 做主耶稣的门徒 因为上个礼拜天 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叫回应主 那我觉得 当弟兄姐妹有回应的时候 我一定要负你们的责任 我希望你能够付出这个代价 第一堂就来领受这个信息 让你可以开始知道 接下来你回应主 你愿意找到你人生的命令 那你要你第一步做什么 那弟兄姐妹 明天早上我要花这个时间 来跟你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那前面我们还是一样敬拜赞美 那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的交道 那鼓励你 如果你上个礼拜 你愿意回应主 你愿意做 在关键的时刻做 做对的人 做对的事情 那我就鼓励你明天 就是把主日呢 奉献给主 你每一个主日的早上 就来到主的宝座那面前 那弟兄姐妹 欢迎你来 我们相信这样的带领 对你一生将会有一个 难以抹灭的一个祝福跟影响 上帝与你同在 主保守看顾 祝福你今天一天都满满 领受上帝的恩惠 主与你同在 阿们 阿们